庄大人 干什么 庄大哥 你没事吧 庄大哥 阿子姑娘 这两个什么人 是一个男人 带着一个小姑娘 这个男的受了伤 这小姑娘眼睛灰溜溜的 一直在盯着你 什么灰溜溜 她眼睛很好看吗 她身上有些污秽 不过 眼睛倒是灵活的心 庄大哥 不如你将她的眼睛挖出来 装在我的眼中 阿子姑娘 你这办法恐怕不行啊 试试呗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小瞎子 你不许忘我眼睛 你竟敢叫我小瞎子 我看瞎子就是你 上 姑娘 得罪了 等一下 你们要是挖眼睛 去挖我的吧 干什么 好 段大哥 三弟 阿子 姐夫 你又在干什么 我 三弟 三弟没事吧 二哥放心 这是九转熊车丸 三弟 应该怎么快就没事了 大哥 二哥 千万不能 让他们把中国娘的眼珠子 中国娘是我的妹子 大哥 原来你知道我是你的亲哥哥 那你还叫人伤我性命 你傻呀 我看不见怎么会认识 直到你叫我姐夫一声大哥 我才知道是你 怎么样 我的爱吧 阿子妹妹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自己行走江湖的时候 千万不能被 大哥 二哥 二哥 你们二人又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说来话长 你被那旧谋智商了之后 我一直叫你安置在这儿 但我心里惦记着我爹爹 于是我返回少林寺 在少林寺碰到二弟 那二位哥哥 有没有见到过我爹爹啊 我只记得 当时一片混乱 都各自离去了 我 我没有看到他们 我车车逃跑了 我也不知道 好 有点快 我把他都知道 是最后会的人 阿子 是解决结果 还对 没有